农水属花馆出为了解决五鹤地区的干旱问题 与财团法人台湾水资源以及农业研究院 瑞泽乡农会民间技术公司产观学界合作共同推办 欢迎五鹤扩大灌溉服务区维护管理措施事办计划 透过了先进的灌溉技术和精确的水资源管理 配合合理用水制度 将能够有效提升五鹤地区的灌溉效能 减少干旱对茶叶生产的冲击 五鹤地区素以优质茶叶文明 茶产业不仅是当地经济的重要支柱 也是花莲县特色农业的代表 然而近几年来气候变迁所带来的极端天气 尤其干旱频发 对五鹤地区的茶叶生产造成了严重威胁 农水属花馆处除了积极改善扩大五鹤台地 喷灌服务设施之外 现在也结合产观学界的资源力量 进一步有效管理维护有限的水资源 对接的嘛 但是就对接了 如果他不需要农水属的海农方案补助 因为也可以私人自己做 有这个补助方案要让大家知道 像现在最高的只要50万 而且也不用你们自己 像以前要自己需要处理班 这个方案能够搭配来用 那对农民是最有 农水属花馆处处长张奇伟 亲自主持这一场 五鹤扩大灌溉服务维护管理措施 事实办计划说明会 与财团法人台湾水资源 与农业研究院 瑞水乡农会 民间技术公司共同签订合作备忘录 透过先进的灌溉技术 与精确的水资源管理 配合合理用水制度 有效提升五鹤地区的灌溉效能 减少干旱对茶产业生产的冲击 近年来五鹤茶区面临极端气候的冲击 尤其干旱导致茶树缺水 茶叶品质下降 进而影响当地农民的收入与生活 农税署积极提升五鹤茶区 喷灌服务设施的同时 藉由产官学界资源力量 处长张其伟执出 不仅是对茶产业生产 以及五鹤地区其他农业产业的保护 更是对花莲县农业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持 接着是玉兰瑞士采访报导